星云大师是我采访过的所有的各界人士中最让人难忘的 他一开口就先帮你 十年前 2014年5月 我再次去到台湾高雄佛光山采访 星云大师在回答我的第一个问题之前 他一开口就先说 我在洛杉矶的时候就看过十八台 看过你的节目 对于我们媒体人来说 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广告 星云大师深知 做哪一行都不容易创业之艰辛 所以帮助他人的思想 真的是深深地融入到他的血液中 人们常常在探讨 星云大师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他如何从一个生物分文的小和尚 到弘法事业遍布世界的巨人 答案就在我们今天节目短短的几分钟里 值得所有的人来了解和学习 欢迎收看 我过去在洛杉矶也都看过十八台 也看过你的节目 谢谢大师 你刚才问我还有什么样的资源 就是有一些人都没有统统度化 还在世界上留着呢 我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幸福安若 这就得度嘛 这就得度嘛 您的慈悲 您的无私无我的这些奋斗的精神 湿入每个人的心中 所以我们佛光人今天才是 大家都这么的努力 都是大师您的榜样 其实走在许多事情没有很苦 都很快乐 我想这个佛光人我们的心跳 就是给人信心 给人希望 给人这个方便 给人欢喜 所以大家都都欢喜了 我们比他们更欢喜 没有辛苦 我觉得这个苦啊 是对那许多没有力量的人 这事实际上机缘啊 服务啊 多苦快乐 没有辛苦的 所有一切 这些都啊 都不是一个胆向的意义 都是大家众缘和弦和和 所以说我们有办法布施人的金钱 让您说我穷获胜 但是我可以布施人的欢喜啊 我布施人的方便嘛 所以大家就跟随着我啊 我们一起来创新 大校也好 中校也好 小校也好多了 那养老兵也好 这都是大家的 实际上在世界上 今天几不够寺院啊 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见啊 都大家一起来 所以世界是一个众缘俗成 没有一个单独的存在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 应该呀 对别人要恭敬 对别人要帮助 对别人要记缘 要想自己有成就 先帮助 别人成功 别人的成功 自己打来 我这种种也会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